如何快速判断食品添加剂是否超标 中国科学家发明的新技术 只需要戴上一双涂抹特殊材料的手套 轻轻一摸 肉眼就能判断食物中的亚硝酸盐是否超标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固体所能源材料 与器件制造研究部的蒋长龙杨亮研究团队 最近成功设计出了一种 针对亚硝酸盐荧光可视化快捡技术 之前做的那个发光材料 我们做成水泥灸 蒋长龙介绍 这项技术的原理是利用紫外光激发萤光头 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新型的双发射比率荧光材料 这种材料在接触亚硝酸盐后 会产生肉眼可见的光学颜色变化 以此实现对戴测物的快速可视化检测 各种发光材料它都有不同的发射波长 我们就通过激发 激发把它的光子发出来以后 它就发射不动的波长 我们就是利用这种原理 我这个发光材料只是给我这种鸭硝酸盐 它起化学反应 那么这样的话其他的东西都没有任何作用 该技术操作简单且成本低 一次的费用约为两到三角钱 量产后费用更低 非常适合在市场或家庭中快速检测蔬菜的安全性 实际上是检测成本很高 一个样品可能要大概1000到2000 根据这个品类不一样1000到2000 然后时间很长 你送个样可能要10天半个月才能拿到结果 我们将来甚至讲我们可以做的那种很便携的试质 我到外面吃饭 我拿个试质测一下 就跟这个这样的话就很方便 荧光可视化快捡技术的应用前景非常广泛 它除了食品安全检测 还可以用于环境安全防卫加密等多个领域 我们在这个爆炸物检测 就是就是衡量的爆炸物检测 然后这个在这个农药厂流 这个中金属检测 包括这个水底的蔬菜什么样 水瓜果上面的中金属检测 农药上的检测 抗生素的检测 你比如说我们最近前段时间做了一个工作 就是判断这个鱼类啊 就是虾子啊 这个新鲜度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 可以直接让它变色 就知道它到底是不是很新鲜 这些我们都做了很多